第九十五集 随意抛着头盔的士兵向坐在自己身旁的伙伴问道,"司令这次出动三个团的兵力,需要跟哪个大头争锋啊?" 那个士兵摇摇头,"鬼知道,反正一定是很大条的人物,不然也不会一次就出动这么多人。 这时,对面的一个士兵插嘴说,"我听说好像是司令的少爷被人打了,所以司令才会这么怒火冲天地亲自出动。 嘿嘿,我看这次肯定是草草收场,人家没有什么来头敢打司令的少爷嘛,不要告诉我少爷遇到解决不了的人许不会爆出司令的名号哦。 玩弄头盔的那个士兵,看到身旁的伙伴听了自己前面那句话,想说什么,不由忙加了一句。 听到这话,车厢内的士兵们都幸灾乐祸地笑了,他们可是很期待司令吃瘪的样子哦。 另外一辆运兵车内,一个新兵万分紧张地握着武器,看着身旁老兵们自自在在的样子,不由地忐忑不安地向身旁的人问道," 大哥,我们,我们这是要跟谁作战啊?" 那个抽着烟的老兵,听到这话,不由扑吹一笑。 作战,你想什么呀,我们是去为司令摆场面的。 白场面? 呵呵,没错,就是白场面,我们司令和人家争风之处,需要我们这些人出去替他撑场面吓唬人。 新兵呆住了,他没想到那个司令神色紧张,积极大坏的集合部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啊。 老兵看到新兵呆呆的样子,不由拍拍他的肩膀,轻松点儿,以后这样的事儿还会有很多呢。 很多? 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常有吗? 另外一个老兵插嘴说,"对呀,像上次,司令的少爷带他女朋友去购物,出动四个连队进行清场,我们在路边呆呆的站了好几个钟头呢。 这个老兵对面的士兵听到这话,撇撇嘴,"这算什么,上次司令的老婆来这里探亲,司令命令了一万人集合在宇宙港迎接,让我们在烈日下足足下了三个钟头,这次我们有车,坐着来,坐着回,算是好的了。 新兵诗惊地说,"怎么会这样,司令把我们当成什么?" 哎,你一定是被招兵广告骗来的,军队的这些长官几乎都把我们这些士兵当成他们的私人兵。 难道你不知道上次传遍整个世界的上司侵战下属功绩的英雄事件吗? ,"如果我们不是兵役期限没有到,而且除了当兵以外也找不到区的,我们早就扔下枪不干了。 一个老兵看到新兵脸色不断地变换着,出声提醒道,"不要妄想申请退役哦,上司是不会批准的,也不要妄想当逃兵,被逮住以后会被立刻处死,慢慢把两年兵役熬下去吧。 听到这话,新兵脸色撇清地点点头。 距离SK-23连队基地数十公里外,有一处负责停放连队战斗机的机场,可这个机场的管理员不是连队的人。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连队虽然拥有战斗机,但是他们却不会维修,也不会管理,所以才委托被迷惑的高官替他们找来了管理维修人员。 说起这些管理维修人员,连队的女兵就一肚子气。 这些未非知晓的人在知道连队女兵的身份后,居然提出没使用一次战机就要陪这些人玩乐一下的要求。 女兵们原本就因要用身体换来那些教官们对武器使用的教导而有些不满。 再加上,女兵们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她们接触的人都是校级将官,现在要为这些小兵服务,就算没有了尊严,但这点自尊还是有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忍受这些低阶未观的要求。 可是这些机场人员居然用不维修不管理战斗机为由来威胁他们。 就这样,这些希望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女兵们只好无奈地屈服了。 当然,女兵们也不会让她们好过的,每次都让她们快速完蛋。 在守备部队刚进入K区的时候,一辆悬浮运输军车飞快地朝机场入口处驶来。 几个远远就看见军车的机场管理员互相看了一眼,立刻吟笑着走到门口。 一个挂着中卫军衔的南军官边走边向身边的几个少尉笑道, 这次又可以好好玩乐了。 这个机场只有SK23连队的人会来,所以一看有人来就知道是谁了。 一个少尉掏出一瓶药,倒出一粒药丸,吞下去后才说, 妈的,他们每次都让我们几分钟就完蛋,这次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支撑多久,一定要叫这帮银件货阻扰。 说着,晃了晃瓶子,问道,你们要不要? 其他人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纷纷接过药瓶,倒出药丸,吃了下去。 最后接过药瓶的中卫看着手中的药丸,独疑地对那个少尉说道, 这次的药有用吗?以前的那些药根本不见效啊。 放心,这是最新产的,保证立竿见影,不见效,找我。 少尉拍拍胸口说道, 中尉还想说些什么,但看到军车已经开过来了,慌忙吞下药丸,并把药瓶藏了起来。 这些下等军官流着口水,红着眼睛的,等待着车门的打开。 看他们兴奋不已的样子,恐怕一看到人就会扑上去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车门终于打开了,车内飘出的幽香和树道娇柔人影的出现,让他们忍不住地扑了上去。 但是才一瞬间,他们就这样保持着扑上来的动作不动了。 因为他们面前出现的人虽然是美女,但却是端着寒光闪闪激光枪的美女。 看到那黑悠悠的枪口,那个中尾的眼角抖动了一下,她吞吞口水,说道,你们……。 不过,她后面的话,立刻被射到自己脚下的几道激光束给吓得缩了回去。 一个端着枪的美女冷冷地说道,不要反抗,要知道我们是非常乐意击毙你们的。 看到美女们眼中露出的杀气,男人们都知道她们不是说笑的。 想到以往自己所做的事,男人们心脏都害怕得激烈地跳个不停。 此时,从运输车内走出一个挂着少尉军衔的大美女,男人们都认识她,因为她使用战斗机的次数是最多的。 以前她就满脸冰冷的神色,但这次却比以前更为冰冷了。 那些原本瞄准男人们的女兵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收枪立正,向沙利敬礼。 男人们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看到这个机会,居然拔腿就往后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冰箭啊! 沙利冷哼一声,把手一挥。 那些军里的女兵好像商量好事的飞快地端枪瞄准,抠动扳机。 数十道白色的光束立刻穿透了这些男人的身体,并带起了数十道血花。 女兵们用最彻底的方法,让这些男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 沙利看也没看那些倒在地上的尸体一眼,掏出手枪一挥,就率领女兵朝机场指挥塔冲去。 与此同时,唐龙曾被埃尔西骗进去的那个地下通道处,还有数十道人影飞快地跑动着。 可以看出,跑在前面的二十来个人,身形特别高大,而井跟后面同样是二十来人的身影,则好像都提着一件长条的圆柱形物体。 这些人影有得跑累了,停下来以后,身形依然往前移动着。 可以想象,他们脚下的一定是自动地板。 不过却很奇怪,他们好像嫌自动地板的速度太慢了,因为那些停下来休息的人影,休息一下后,又马上起身跑动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拼命呢? 木屠星守备司令终于等到了战车到达有效攻击范围的地点。 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一挥,大喊道。 瞄准SK23连队基地,给我全力发射。 随着通讯系统把这话传入战车内,战车里面的人员都愣住了。 他们和其他士兵一样,一直以为司令带自己这些人来是用来摆场面的,怎么现在突然下令攻击自己人呢? 难道司令要叛乱? 那可不行啊,司令只是一个守备司令,虽然可以控制星球上守备部队,但还有数量繁多的那些替前线训练的后备军队啊。 而且不说骇克星上那数十万的战舰,就是木屠星外踩空的那支地方舰队也抵抗不了啊。 那个舰队司令和自家司令一向都不合,是不可能支持司令叛乱的。 这些小兵可不知道SK23连队不是军队的部队哦。 因为这一曾顾虑,大校发出命令后,并没有出现万炮骑射的场面。 大校一愣之下,开始脸色铁青的冒起了黑烟。 当然,他心中也出现了慌张,要是部队不听他的,他就什么都不是啊。 中校听到下面传来一阵骚动,知道司令因为没有说明情况,让士兵们误会了。 所以盲队的通话器喊道,大家听好,我们获得最新密报。 银银帝国派来的恐怖分子已经占据了SK23连队的基地。 我们星球数百名军官已经被劫持。 为了不引起慌乱,不引起恐怖分子的注意,我们隐藏了这一信息。 现在为了解救被劫持的军官,为了消灭帝国的间谍,让我们在司令长官的指挥下,立功建勋吧。 大校呆呆地看着中校,直到中校示意大校说话时,大校才反应过来。 他当然也想起士兵们为什么会误会了。 心情一松,大校得意地再次大喊道。 兄弟们,立功建勋就在此一刻,给我攻击。 战车内的人却不相信中校说的话,因为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基地内的恐怖分子就算是瞎子也发现了呀。 再说,里面不是被劫持了几百名的军官吗? 如此攻击,不怕那些军官被杀害? 他们并不知道,大校是因为儿子死了毫无顾忌,而中校则期待在猛烈打击下,让那个神秘人顾忌不到人去,想以此来保证自己儿子的安全。 他相信那个神秘人是不知道谁是自己儿子的。 战车虽然有点不想开火,但违背命令,很可能被司令枪毙。 他们只好瞄准基地那特别结实的地基开火了。 这样一来,起码将来有事的话,自己还有个借口。 战车上的双管炮口轰鸣一声,二十枚红球飞快地击中基地的地基,无数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夹带着浓浓的黑烟和密密麻麻的泥土出现在基地上空。 浓烟散去,正得意洋洋的守备司令却没有看到基地大门倒塌的场景,只看到基地下方那银白色的墙壁被熏黑了而已。 大笑气地轻轻直冒,用力地抓起通讯器,破口大骂。 他骂的,你们打什么炮的,给我瞄准大门呀! 他骂完以后,把手一挥,对忠孝吼道,快速前进! 忠孝也为这次炮击的效果恶心不已。 他以为轰叫大门,让运兵车上的士兵冲进去就完事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所以他也大声地催促对裂,往前移动。 后面运兵车上的士兵,在听到忠孝说的那些话时,就已经忐忑不安了。 说是打击恐怖分子,谁知道是不是叛乱呢? 现在听到爆炸声,全部跳起来,恐慌地看着身边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是拼令进攻基地吗? 自己这些连日常军训都没有参加过的人,能够和基地里的恐怖分子一拼吗? 待在基地指挥室的唐龙,看着屏幕显示的情况,冷冷地一笑。 沙利·杰斯少尉他们准备好了吗? 负责通讯的利武忙回答,他们都准备好了。 唐龙再次问道,这一切都记录了吗? 利武无声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场关要记录这次的战斗场面,是为了表明自己是自卫的。 很好,现在他们先开了火,我们有理由反击了。 唐龙含笑点了点头,接着脸色一正。 我命令,开始反击。 早就准备好的利武,立刻把这道命令传播出去。 各位听友,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95集播讲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 96集 基地原本光溜溜的墙壁和墙头,突然裂开一道道洞口,每个洞口都冒出了一门对地双筒机炮。 这机炮一冒出来,就立刻不停歇地对着远处正在移动的战车开火了。 正准备靠前点才开火的战车,被这突如其来的炮雨呼蒙了。 由于这些战车的防护罩能量都被自大的大笑转移到雷射炮系统去了,没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能启动,所以立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当然,战车这个名字也不是白叫的,虽然有些破损,但还能保持战斗力。 虽然战车里面的人员没有什么事儿,但站在战车顶指挥战斗的大笑和中笑被这次打击,震得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虽然他们有好运气,没有被机炮当场击中,但身形肥胖,并且不爱运动的大笑却摔断了腿。 大笑忍着痛,大骂道,后面的士兵死光了,快叫他们进攻了。 灰头土脸的中笑,当然是立刻命令后面运兵车上的士兵下来战斗了。 原本就为那阵更加猛烈的炮雨而非常不安的士兵们,听到车内喇叭传来的命令,脸色立刻变得铁青。 听到中笑那气急败坏的声音,和那跟自家战车大炮不同的炮声,白痴都知道,自己这一方处在烈士。 从没上过战场的士兵们都在祈求,希望这样的场面是对方在摆场面的。 在中笑用严肃的语气说出,不出动的人将依军阀处置时,一些稍微胆大点的士兵偷偷地打开车门,准备看看情况。 突然间,这些人都大叫着关上了车门,猛地跳到角落,抱头缩成了一团。 其他士兵先是一愣,但是很快也大叫一声,跟着那些士兵抱头缩成了一团。 因为这一招是在运兵车遭到攻击时,为减少成员损害的特定招数。 士兵们只觉得一声俱响,车身就开始激烈地晃动起来。 自己这些人虽然被抛来抛去,全身痛得不得了,但士兵们都欣喜地知道车子暂时没有爆炸,只是被炸翻了。 车子一停稳,不管车子是肚皮向上还是侧躺的,全都飞快地踢开车门,不要命地跑了出去。 他们害怕车子爆炸呀。 士兵们跑出来才发现,数十辆运兵车都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地上,居然没有一辆爆炸。 跟自己一样享受了翻跟头的伙伴,也全都跑了出来,呆呆地站在那里。 这时,有个眼尖的士兵,举着来时的方向,大喊道,敌人! 这尖锐的声音让众人都紧张地提起武器,胆战心惊地看着敌人。 当他们发现敌人只有几十个人时,知道自己有数千人的士兵们,那已经变小的胆子开始膨胀起来。 不过,当他们看到敌人当中有数十个身形异常高大,身穿金光闪闪的盔甲,手提巨型武器的特种兵时,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手中那口径跟手指一般细小的雷射长枪。 再看看特种兵手中口径跟拳头般大的雷尼枪,膨胀的胆子立刻开始泄气了。 再听到一些箭矢广的老兵喊了句,那是可以抵挡手提式雷射炮的特种盔甲呀! 所有人的胆子都变成米粒那么大了。 用这种步枪和特种兵斗,找死! 所以,士兵们枪都没放一发,立刻掉头跑向拥有战车的前线。 从中校口中听到后面出现状况的大笑,怒骂道, 你娘的,给我跳两辆战车过去,给我轰烂那些特种兵! 妈的,我要告那个该死的兴系军需官! 这王八蛋为了贴上女人的肚皮,居然把数量稀少的特种装备也送给那帮妓女! 原本正想去下命令的中校听到这话,突然心中一震,他慌张地喊道, 长官,你说那个军需官会不会把正式的战斗机也给了那些妓女啊? 大笑也是心头一震,正想说什么的时候,头顶传来了轰鸣声。 抬头一看,数十架贴地飞行的战斗机从基地那头出现了。 一看到那特别巨大的战斗机外形,大笑哀嚎一声,喊道, 我操你啊,居然是最新型的多功能宇宙强击机! 大笑开始后悔,当初为了巴结那个该死的兴系军需官, 运用自己的权力,让军需官单独一人享受了SK二三连队的一个开放日。 自己还没从军需官那里获得什么好处, 那些下贱的妓女就获得了这么多最新式的武器呀! 大笑叫骂完,突然不顾疼痛地从地上跳起来, 从中校喊道,快,给我联络外太空的舰队司令, 请他,不不不,求他派出舰队, 摧毁SK二三连队! 啊? 中校愣住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大笑看到SK二三连队的战斗机, 就决定哀求一贯跟守备部队不合的舰队司令帮忙。 这个什么多功能宇宙强击机有这么厉害吗? 为什么不让自己守备部队拥有的那数百架战机来救援呢? 接下来的一幕让中校同意长官的命令了, 慌手慌脚地准备联络。 因为中校看到,那种战斗机只是发出一道细小如同战机机炮的激光, 就让一辆已经启动了防护罩的战车变成了一团火球。 娘的,看这火力就知道, 这样的战机是用来攻击战舰用的。 原本跑向战车的士兵们,看到战车居然不堪一击,全都吓了一跳。 前面有对地机炮,上头有战斗机,后面有刀枪不入的特种兵,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头脑机灵的人意识到这种状况,立刻趴在地上,装死不动了。 其他人看到战斗机没有攻击不动的人,也立刻跟着躺下装死。 在连队开始反击后,唯一没有战斗任务的尤娜,呆呆地看着屏幕上显示自己那些姐妹们忙碌着操控各种武器的样子。 同样,他也看到立武非常繁忙,但又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各种信息,想到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悲哀的感觉。 当他低头准备离开指挥室的时候,突然被唐龙叫住。 尤娜忙回头答应,他非常希望唐龙分配什么任务给自己,让自己能够帮上姐妹们什么忙。 你会射击吗? 尤娜慌忙点头,我会,我会。 不过刚说完就脸色一红,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得如此心急,就好像跟小孩要糖吃似的。 很好,接住,跟我出去消灭敌人。 唐龙说着,扔了个不知道从哪搞来的全息头盔给尤娜。 接住全息头盔的尤娜呆呆呆地跟在唐龙身后,他学着唐龙把头盔戴上以后,才不解地问。 长官,戴着飞行员用的头盔,是去驾驶战机吗? 不是,我们是去当狙击手。 唐龙从指挥室的武器库拿出把普通长箱递给了尤娜。 唐龙的话让尤娜毫无意识地接过长箱。 他怎么也搞不懂,狙击枪不是很特别的吗? 难道普通长箱加个全息头盔就能变狙击枪? 虽然不解,但他怕唐龙不让自己去,所以只好闷在心里。 当唐龙出现在基地墙头的时候,战斗机已经把那些战车摧毁得七七八八了。 唐龙指着被几个士兵围着缩在一辆外壳油黑冒着黑烟已经不能战斗的战车旁边的两个军官,说道, 我们的目标就是他们,现在你按动按钮,把影像调尽。 唐龙一边指点尤娜,一边把以前教官那些话说了出来。 唐龙虽然不是个很好的老师,但尤娜一下子就听懂了技巧。 不过虽然从全息头盔处清晰地看到了那两个军官的样子,可是尤娜也不是天才, 怎么可能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就能获得好成绩呢? 理所当然地全部打飞了。 由于危害力量大的战车已经被战斗机摧毁,战斗机开始去攻击那些翻着肚皮不能动的运兵车。 所以失去威胁的大校靠着战车残骸坐下来松口气以后,趁着忠孝问道, 怎么,还没有和舰队司令联络上吗? 连孔已经被熏黑的忠孝无奈地说道, 长官,整个飞区被掠罩了一层电子屏障,要多等一下才能把信息传出去。 大校听到这话气愤地大骂道, 他妈的,那帮捡货居然连信息压制的装备都搞到了,娘的,来过这里这么多次,怎么不知道他们藏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呀? 站着的忠孝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被狙击的目标, 他只是觉得怎么四周老是有激光闪过呢? 他听到大校的话,正想说些什么时,突然一道激光射在他的双脚之间。 他立刻吓得猛地趴在地上,一边往战车残骸后面爬动,一边冲身边的士兵们喊道, 敌人有狙击手,掩护我! 大校不屑地一笑,那是榴弹,狙击手,你以为狙击手是这么容易培养的吗? 就算那些妓女一年都不接客,整圈训练射击也训练不出来呀! 听到这话,忠孝尴尬地站起来,抹了把汗,点点头。 我忘了和SK二三连队相隔了上千米,就算有狙击手,也不可能击中的。 正在此时,蹲在地上,拼命发送着球员信息的一个士兵,欣喜地站起来说道, 报告长官,信息发出! 他还没有搜完,就被一道雷射激光束射入了眉心,让他就这样永远地去了。 尤娜呆呆地看着屏幕上显示那个士兵脑袋炸裂的影像,原本那因为没有射中预定目标,而射中其他目标的懊恼心情,立刻变成了一股激烈的偶异。 杀人了,我终于牵手杀人了! 这句话不断地在尤娜脑海中翻腾着。 越是想着这话,心中的偶异就越强烈,终于忍不住地,他扔掉头盔,跪在地上,激烈地呕吐起来。 站在一旁的唐龙,怜惜地看着尤娜。 他知道尤娜为什么呕吐,也知道不经过这一事,他是不能成为战士的。 看到尤娜呕吐的样子,唐龙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亲手杀人的时候,不但没有呕吐,甚至连偶异都没有。 想到这儿,唐龙不由苦笑着摇摇头,看来自己还真是个冷血动物啊。 既然是冷血的,那么就让我的血继续冷下去吧。 唐龙低声自语着。 与此同时,他掏出腰间的手枪,把射出光束的口径调节到最大,也没有怎么瞄准,一台枪就朝远处连续地抠动摆击。 守备司令听到那个士兵说连接上舰队了,刚高兴地露出一丝笑容,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当所有的人呆呆地看着脑袋炸裂的尸体时,那个忠孝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一边飞快地往战车后面跑去,一边大喊道,掩护我啊! 忠孝这句大喊,惊醒了众人,但也带来了死神。 忠孝才刚转过身子,就被一道激光从后脑射入,扑的一声,找在地上。 大笑此时才跟着冲身旁的士兵大喊,你们快把我移到后面去! 不过,他这话才一出口,就呆住了,因为就这么一瞬间,他身旁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大笑恐慌地挣扎着往后移动,但是因为他是靠着战车残骸的,所以他只能停留在原地。 当他忍不住要叫出声的时候,一道光芒,以闪电般的速度,钻进了他的眉心。 啪的一声,原本就被烈焰熏黑的战车壁,染上了一层红中淡白的颜色。 长龙面无表情地把手枪收回,通过全膝头盔,扫射了一遍躺在战车上的尸体,低声地说, 保歉,只有指挥官死了,我们才可以说是正当防卫。 保歉,只有指挥官死了,我们才可以说是正当防卫。 说完,就去照顾还跪在地上呕吐的尤纳。 此时,外太空木屠星地方舰队的集合处,舰队群中唯一一艘F级驱逐舰上, 一个挂着大校军衔的中年人坐在舰队司令官的指挥椅上, 闭着眼睛,听着副官报告刚接到的一个信息。 司令,这是以木屠星守备司令名义发来的请求。 副官说着,就把内容念了出来。 舰队司令听完以后,皱皱眉头,说道, 这条银棍,争风吃醋到这个程度,居然要我派军舰去帮他。 司令,根据侦察舰观测,副区打得很火热呀,连战斗机都偷动了, 您说会不会真的是恐怖分子? 嘿嘿,不可能是恐怖分子。 那些情报部的人,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吃白饭了呀? 副区打得这么厉害,一定又是那银棍滥用职权, 不知道玩了哪个高官的妻女,搞得人家现在来报复了。 难道你忘了上次,那家伙强劫了警花,搞得木屠星警察暴动的事儿吗? 嗯,那我们不理会他们? 嘿嘿,不,我们帮忙还是要的,不见他已经用请求的语气了吗? 而且上次警察暴动,镇压时,就因为慢了一步,搞得治安系统,被守备部队整个夺去了。 现在插手地方事务的好机会出现了,我们怎么不去呢? 副官满脸崇拜地说, 长官英明,下官这就去集合部队。 嗯,去吧。 各位听友,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九十六集播展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 建全배湖 文字幕继续 meillä 文字幕继续 文字幕绡 文字幕继 an